腾讯体育9月2日去,在巴黎圣日尔曼对尼姆一战,穆巴佩毫无疑问是最强劲的球员,这不仅仅是因为巴黎边风打入一球,送出一次间接助攻,更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催赏对手引发冲突, 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二张红牌,姆巴佩生涯第二次吃到红牌,作为生班马,尼姆的表现相当出色,前三轮取得了三连胜,与巴黎圣日尔曼相比,尼姆球员的技术自然处于下风,这让他们采取了凶狠逼惨的战术,开场仅仅三分钟,迪亚洛就因为背后踢倒内马尔而犯规,而在前十分钟,巴黎球员五次倒地, 陶瓦尼两次倒地,金鹏贝,内马尔和姆巴佩各有一次,六嫌怪异的是,主裁判在第三分钟就亮出黄牌之后,尺度却变得极为宽松,迪亚洛赤刀的黄牌也是尼姆球员,此一得到的唯一一张黄牌,而主队球员全场足足有12次犯规,对手动作偏大,而主裁判尺度又偏软, 这位姆巴佩最后时刻远红黎超来下了伏笔,早在第十八分钟,姆巴佩就流露出,论对判法尺度的不满,在主裁判做出判法之后,姆巴佩不断地指正裁判,表达着自己的不满,也因此吃到了黄牌, 当然,这并未影响姆巴佩的状态和表现,事实上,巴黎叠峰次翼,的表现相当出色,巴黎第一球就来自姆巴佩的侧动,截到姆尼耶就录的横传之后,姆巴佩顺势直三,完成了一次二过二的配合,姆尼耶第一在无人兵房的情况下为内玛尔送出了助攻,在尼姆当平比分之后,姆巴佩关键时刻站了出来, 完美地展示出了自己的速度,意识和技术,突入进去之后挑射破门,为巴黎打入了几乎锁定胜局的一球,这是姆巴佩在罚架打入的33球,而在罚架史上,其他20岁以下球人,最多也只打入了18球,赛季至今,姆巴佩三战打入4球,姆巴佩为巴黎奠定胜局,即使打入了如此关键的进球, 阿里也提前锁定了胜局,还是无法让姆巴佩冷静下来,不时的最后一分钟,萨尼耶的中场拼抢,是背后一脚踢翻了姆巴佩, 在痛苦的翻滚了几圈之后,姆巴佩一跃而起,一把推倒了对手,他的这个动作顿时激怒了主队球员,两队球员互相推荡, 主裁判毫不犹豫在向姆巴佩出示了红牌,之后又向恶意犯规,德萨尼耶出示了红牌,法国足球指出,姆巴佩或许将被停赛而到三场, 这意味着他直到对真蓝丝霍尼斯时才能回到赛场上,尽管是到了红牌,但姆巴佩并没有在赛后道歉,反而表,是,我不为自己的动作感到后悔, 这样的动作,如果需要我再做一次的话,那么我还是会这么做的,我只能向球迷们道歉,但这样的动作是我无法容忍的, 这并不是姆巴佩之夜生涯第一次暗红,在1月30日,进行个法国联赛杯版决赛里,姆巴佩就在对雷恩施塔塔萨拉而暗红离场, 阿黎叶峰的这次犯规过于凶狠,引发了两对球员的推访,姆巴佩解释了自己做出这样动作的原因, 我在里昂受伤时,没有人受到惩罚,我还在纠结这件事,除了这一点之外,姆巴佩凶狠犯规的原因,还在于自己踢得不够损, 而且一个紧求被视频处理裁判取消,在恢复冷静之后,姆巴佩表示,这是我的第一张红牌,我希望也是最后一张, 不过,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或许,才体现了姆巴佩真实的想法,同样的动作上周发生在我的身上,结果裁判根本没有任何表示, 对比姆巴佩的这两张红牌就可以发现,她始终认为,自己没有得到主裁判的足够保护, 对李昂是因为对手的犯规而受伤,姆巴佩在对雷恩时就对对手恶意犯规,而在对尼姆一战, 姆巴佩又是因为对主裁判的判法尺度不满,对手的一次背后踢人成了压垮姆, 姆巴佩的最后一根刀头,姆巴佩年少成名,被认为比同龄人更加成熟, 然而,从俄罗斯世界杯开始,姆巴佩开始向内马尔靠布隆, 沾染上了一些巴西人的不良邪气,世界杯半决赛对真比利时一战, 姆巴佩在对手获得界外球之后,故意不把球交给对手,结果热怒了比利时球员, 被维特塞尔吹嗓了一把,姆巴佩也被主裁判出失了黄牌, 而在队伍拉圭时,姆巴佩还利用假摔来拖延比赛时间, 在俄罗斯世界杯,内马尔的表现远不如姆巴佩, 正是因为巴西球员陷入了冠权之中,那就是不停的挑逗对手, 吸引对手对自己犯规,后果则是由林渝全对进攻体系之外, 进而拖累了巴西的表现。 如今,姆巴佩似乎也陷入了冠权之中,就像内马尔一样, 他也认为主裁判对自己的保护不够, 而对手的犯规或于凶狠,因为脚踢对手, 姆巴佩得到了职业生涯第一张红牌, 八个月之后,姆巴佩又认为对手的犯规太过凶狠而报复性地推仿对手, 结果吃到了职业生涯第二张黄牌, 或具象征意义的一幕是,当姆巴佩对主裁判判罚不满而染黄的时候, 上来安慰法国前锋的正式内马尔,带走俄罗斯世界杯, 或许让内马尔认识到,专注于球场上的表现, 一个个的进球,一场场的胜利才是最好的回击对手, 的方式,姆巴佩已经打开了潘多拉摩盒, 再愿是隔八个月吃到的又一张红牌, 能让姆巴佩真正的冷静下来, 奥拜尔,